我今天又来玩Stream Game 相隔一段时间没有玩了 所以这一次就有点想念 所以就懒了 然后今天我是跟一位伙伴一起来的 然后我今天是有个目标的 就是要找到一条 叫蛮大条的吸缸 希望等下会有这样的感情 敬请期待 自从开始吸流吊后 大体型的吸缸 就成为了我的目标之一 我一直梦想着 能够在吸流中 吊到一条大体型的吸缸 因为这些吸缸的颜色是带金色的 而且还长出漂亮的斑点 就有如西方国家里的尊鱼那样 非常漂亮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用 马来亚尊鱼自称的原因 又在不久前 听闻多曼神和他的朋友Soon 在一条吸流 吊到了许多体型不错的吸缸 我决定前往一探究竟 原本我以为会是全新的环境 期待着全新的体验 但到达目的地后 使我吓了一跳 这个钓点其实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曾多次来一次 虽然收获不算太多 但也是有一些小成绩 出于一些原因 我不方便将这个钓点公开 还请大家尽量 虽然之前几次来到这里 都没有遇到我理想中的体型 但那天Soon 却在这里钓到了许多体型不错的吸缸 因此我满怀期待 希望能在这次打破我的记录 在这次的钓鱼之旅中 我做了一个与往常不同的决定 使用钳匹耳 通常我会选择用3克的Spoon 但这次我想尝试一下完全不同的方式 考虑到这个钓点水神不会太神 对流也不算太短期 我认为钳匹耳在这里有机会 它的小小身形和大弧度的摆动方式 可能会吸引到吸缸 更令人兴奋的是 使用钳匹耳 还能让我们享受鱼爆水的刺激场面 想象一下鱼被吸引过来 跃出水面 爆水摇耳 这种场面是不是更加有趣呢 我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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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 我们在这里 不行 不能 看看 看看 要扔到不夠遠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好 新生我來的時候沒有這樣的位置 沒有這個 可能那些水撞到 撞到出來了 這個位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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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出了 哦 有哦 大條炮 有有有有 這個吧 試試試 好 哦 哦 喂 那條魚的拉力異常強大 讓我倍感挑戰 當我看到他偏長的升區時 我不禁懷疑 難道這就是我一直追尋的大洗缸 但他的力氣卻像是水馬流一般 讓我開始懷疑 這是否真的是我的目標魚種 十八樓喔 哈哈 喂 十八樓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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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 耶 哈哈 山魚 哇 學生 劈生魚 劈生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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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了嗎 滅了嗎 我看到怎麼這麼大 這麼緊要比賽 哦 哇 嚇到我 拉jack 我打算拆掉 然後拉一下頭 怎麼這樣 哈哈哈 OK啦 劈生魚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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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大力 應該是瓜 應該是 好大 好大個水馬應該是非裂 我的心情此時又喜又哀 哀是那條魚不是我一直追逐的目標 而喜事我意外的釣到了溪流生魚 儘管生魚在其他地方並不溪油 但在溪流中卻是罕見的 因此這次的經歷對我來說 確實非常特別 就像一枚珍貴的油票 記錄著我在這個特別的釣魚之旅上的驚喜與感動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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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尋找西岡的路上 我們驚訝的發現 藥框並不如他們上次那樣順利 一起去 離開 儘管距離他們上一次的到訪 只有短短一个星期 但这里的西杠竟然全部消失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我们对西杠的行为和性格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突然消失和聚集在这里呢 他们是否还在这个地方 难道只是因为咬口不佳 还是他们已经离开了这里 我们对这一连串的问题茫然无措 然而 我最大的疑问是 他们现在究竟躲到了哪里 面对这些未解之明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前行 探索上游 看看是否能够找到落藏在里面的西杠 虽然这并非我们所追寻的目标体型 但孙成功钓到了一条西杠 这个发现证明了他们确实还在这个地方 而且依然会咬耳 这让我们充满信心 相信继续往上游 我们应该会找到更多的西杠 我们应该会找到更多的西杠 我们来到了几个非常有简直的调点 因为这些地方是许多西杠喜欢的躲藏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 尽管这些地方看起来十分理想 但里面却没有一条鱼躲在其中 我们开始思考 为什么这些看似完美的躲藏处却没有鱼呢 难道是因为他们只是此时没心情 还是他们已经不在了 穿过去 穿过来 什么 什么 失败 它猫了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虽然掉上来的数量没有第一次那么多 但至少我们证实了他们并没有完全消失 这条大西杠虽然体型尚未达到金色的程度 但能够看见他暴水摇耳的场面绝对非常刺激的 这也再次证明了西杠的凶门本性 尽管如此 我依须在同一个地方多次抛耳 他才肯追出来摇耳 这也许是当天钓鱼反应不佳的原因之一 由于上游一直有反应 我们决定继续往更上游的方向前进 不久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瞬间 感觉有点滑 有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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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滑 没滑 有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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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滑 没滑 nice nice 你比Edison 我比你比他最好 你比他最好 我打了你了 打了你了 看到了 这就是我要找的提醒 可惜不是我掉到啦 但是我看到 孙掉到了 一比我 孙终于掉到了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 一条带着金色神区的西杠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如此提醒的西杠 而且他却是在孙将耳抛出去 迅速对路牙耳展开了攻击 然而初次牙耳却没成功 孙不断的向同一个方向跑而 直到这条西杠在几次爆水后 终于被钓上狗 这次的经历引发了我们新的疑问 如果当天的西杠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那么之前的钓点是否真的已经没有余人呢? 他们究竟又到了何处? 在与孙的交谈中 他提到西杠有时会群体聚集 于是我决定把握这个机会 将耳抛到那一个可能有其他大西杠 躲藏的地方 然而就在这时 我的水地轮开始出现问题 就因为他搞得我不耐烦和火猫上张了 我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勾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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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会转出来还是怎样? 我勾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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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这些都拆了 可以 像那个视频的一样 我勾到你了 我勾到自己了 你也不勾到你了 你都小心 我怕你勾到自己了 我没问题了 其实我应该拆你这个,我就用于拉 啊,可以 对不对,我用于一点,但是你打断一点 可以,可以 哇,很痛啊 很痛啊 很痛,我就拉这边,我就拆这个 可以,可以 如果你打不住那边,就拆这边 可以,可以 OK啊 OK,好 我先勾一下,可以 这是打断啊 快点打断了 给你吧 OK,人啊 是吗? OK 哇 漂亮漂亮 定了定了定了 驚,驚,驚 我拆我好惊啊 我替我朋友拆过几块都好惊 但是现在是没事了 OK啊 还动得OK了 因为你用快 啊,真的是这样扯的 一走可以直接扯 对啊 没事没事没事 等一下你们 多 chief 这 hit都不下午 Travel 应该我不开心 阻开进去 但不行 Hit alto 谢谢 没有问题 对于一位烂鲟友来说 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这次的经历提醒了我 下一次要保持冷静和小心 我们不断的往上游前进 而惊喜也随之而来 越上游我们遇到的反应就越多 行行 等一会儿我来这边 还有吗? 有吗? 哦是吗? 刚才那边 有啊那边 又又又 Hit MISSED 哪一堂就可以 你说又可以避吗? 这些 这边我放Erik 忍不住 中间 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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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越久了放Erik 对吧? 这些圈子出来越来越搞笑 哦 哦 那些圈子出来啊 已经能够修了啊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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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ED 哎呦 哎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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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有票 诶 诶 诶 甚至连我都没想到的鱼种 也被我钓到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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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反应很多,但我们察觉到这些反应都来自小体型的时间 那么那些大家伙都跑去了哪里了? 尽管我对那些大吸缗躲到何处充满好奇 但我当天的调游时间已经说剩无几 因此我们只能暂时撤退了 我们对当天的调游产生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上次他们到访时都会聚集在这里 而且短短一个星期内全部消失了 尤其是那些大体型的,他们都跑到去了哪里了 但是我们怀疑那些大吸缗应该都往下游游去了 不过我们也没有准确的答案,只是猜测而已 尽管疑问重重,但我们当天的调游收获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都钓到了不少鱼 而顺更是钓到了它目前最大的吸缗 因此我们对当天的调游非常满意 尽管问题依然存在 但至少今天的经验让我们能够在下一次的调游中有更充足的准备 我希望总有一天我也能钓到那种带金色的大吸缗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的话 不妨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你的一个赞会为这个频道带来很大的帮助 还没订阅的朋友,请订阅并按下小铃铛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